你怎么回事 他来了 老婆 你怎么来了 医生说你没事了 赶紧收拾一下 我在停的场等你 看着我干吗 我老婆成这样 表面的冰冰 内心很难 我想陪你多待会儿 但是我想回去 好 赵紧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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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休息啊 快来 那一会儿 我也得去看倩倩了 我也先回学校报个到 晚点我再来看你吧 你们俩不能管我 快去忙吧 你的手机 要不要给你买个新的 不用 你要有时间的话 去我家 帮我把那个工具箱 帮我把那个工具箱 行 晚点给你拿过来 再给我买个瓶啊 行 那我们先走了 一会儿来 你俩回家洗个澡 好 知道啊 你俩回家洗个澡 什么都我喜欢你 我希望你知道 我们四个哥们出去玩 去山里待着 是临时决定的 没有告诉你是我不对 但是问 视频我都看了 法文师恋得挺好啊 我有你这么优秀的老公 太有面了 我需要跟你解释一下 我们四个开着车 到山里面去 是临时定的 我们车开到一半的时候 车坏了 我们下去修车 然后有别人说要不要帮忙 那帮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知道我们 是住在同一个酒店 够了 够了 杏小飞你别解释了 我听得太多了 我累了 离婚吧 我知道我们之间 有很多问题 但很多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 别说了 我喝完酒 我也想过我们将来 你们试试 别说了 所以说这份离婚戏 是真的什么 是 那这样 快点停车 你快点停车 好 刘舍南 从咱们俩认识第一天开始 我什么都听你的 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结婚也是你说了算 跑步也是你说了算 就是离婚啊 我听你的 开车 我是今夜姐夫在 今夜姐夫约就是我的女朋友 我在举手餐厅 欢迎你们过来找我啊 美女方面不允讨 我帮你 我觉得你这个 太多谢她 没想到 你什么 还想判她 那一天 你想起吗 你还anu 倩倩 我刚看到网友评论 对不起 我知道我让你很尴尬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没那么严重 已经过去的事了 那你能原谅我吗 其实视频里那些话确实是我的心里话 我是真的拿自己就当你的男人 就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属于我的 我懂 但是你好像永远也学不会该怎么做 一个承受又有担当的男人 你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第一位 这无可厚非 但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我昨晚以为自己回不来了 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一定要改变 是该改变了 我们静一静吧 最近别找我了 江总 新加坡奋战了半个多月 真是辛苦了 不辛苦都是为了公司 对了 我们佟总工号称世界一线的设计 推进怎么样了 他已经把他的戴梦重新升级换代了 但是最新的研究报告我还没有拿到 是啊 他游山玩水都玩到医院去了 上哪儿给你报告去 这事您都知道了 王秘书给我打过电话了 你不在的日子 公司出现这种事 是我的责任 这怎么是你的责任 他是成年人 自己干脆自己负责 我说过的 他急到的性格导致避然的结果 不过话说回来 你向我去看他吧 Ian 昨晚他在等我得答案 而我差点永远都无法回答了 三亚面积一九百一十九平方公里 我们却在三亚一个十平米不到的角落相遇 一点九一分之一 从三亚到上海相距两千七百公里 飞行时长三小时 每小时九百公里 我们却为丢失对方 上海面积六千三百四十平方公里 人口两千四百二十万十六个区 我们再一次在上海相遇 两千四百万分之二 你问我 我们何去何从 我想命运早已给出了我们答案 许多 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 怎么样啊 没什么不良反应啊 感觉都没什么事了 好多了 怎么没什么 你说你们这么大人了 就不知道谨慎一点吗 那个野树林每年丢失好几个人 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啊 每次看到你都感觉 你说话像我妈一样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该换药了 去哪儿 这个时候会有一点疼啊 你扔着点 我腿毛都 站着啊 轻一点 好了 晾一下吧 从我这一进来 你就一直握着这个手机 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 没什么事都是工作的事 你现在受伤了 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许小姐 你来了 姜总派我来看看你 姜总 对 姜总 没打扰你们治疗吧 没有 正好跟她换药了 那你们先聊吧 好 我来那儿就是告诉你件事 你那住院的费用 我跟王秘书已经交代好了 然后呢 然后你好好养病 早日回到工作岗位中去 就这些 对 就这些 好养病 你们先聊 我先去别的病房看看 你慢慢忙吧 我还有事 许多 你等我一下 你别动 许多 你这伤口还没好呢 有什么话不能等伤好 再说吗 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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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吗 我都这样过来找我你了 还没事吗 你腿都这样了还乱跑 你有病啊 对 我有病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肯定不好 你生我期了 因为那天晚上你没有收到我的短信 对吗 但是我跟你说实话 那天我手机摔坏了 但是我想把那天我跟你说的话 现在给你看 手机怎么回事 我明明修好了呀 我没骗你 我知道你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真的没有怪你 那天晚上我确实想知道答案 但现在我不需要了 我也不想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想知道啊 你开车开了那么远 过来看我 你说你不想知道 因为都过去了 就这样吧 好吗 你再说一遍 就这样吧 好吗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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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医生在等你 早点回去吧 你怎么会看我 快你都会看我 什么心眼 好吗 再一遍 好吗 有什么能让我不高兴的吗 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坦诚一点 我知道你很关心童语 跑了那么远的路将他们找到 这是一种缘分 不是什么缘分 是作为朋友应该做的 在我看来 你们并不只是朋友 也许 你还不了解他吧 了解没有那么重要 合适才重要 童语这个人 他的生活习惯特别不好 需要一个人去督促他 关心他 他的情绪也特别不稳定 也需要一个人让他安静下来 白医生不就这么做的吗 我是医生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除了这家医院 他依然是个病人 白医生好好照顾他吧 我车来了 先走了 你们这各自回家团聚 团得如何呀 团什么聚啊 都团离了 别逗我们啊 别逗我们啊 那天我刚上车 人家扔过来一个离婚协议书 那你同意了 大哥 离婚协议书扔到脸上了都 还能不同意吗 那为什么呀 我哪知道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可能一开始这件事 就是个错误 你该好好聊聊啊 那什么可聊的呀 当时要结婚 闪婚的是他 现在闪离的也是他 反正什么事都是他做决定 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建议 人家都说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对 说得没错 这回我是真父 咱们可真是兄弟啊 你是说你快离婚了 我也是 也快分手 你这有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 也许 也许是他想改变一下吧 再糟糕能糟糕到哪儿去啊 还能有咱们在森林里边更糟糕吗 咱们哥儿几个就算是迷了路 咱们要想办法找到一条 即使没有路 我们一定会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路 对吗 咱们要想办法找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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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姐 姐夫好 姐 就别拿我开涮了 开涮 这几天老娘被涮好几回了 坐吧 前几天撒谎出去玩 昨天娱乐自媒体的人到我们餐厅 我还以为他们觉得餐厅的饭好吃 人气高 来采访 没想到人家进门就问 姐夫在不在 还跟我们说了 你登山历险的那个故事 说的是天花烂坠 她们根本就不关心菜好不好吃 她们只关心今晚姐夫在不在 尤其姐 我知道这次是我做错了 我也想好了 怎么惩罚我自己 行啊 你说吧 是两个月的工资呢 还是半年的夜班不能请假 我想辞职 我知道 我这么做有点突然 也有一点小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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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已经想好了 男子和大丈夫 就是要为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情承担后果 而且 经过这次以后 我想改变一下 换一种生活方式 我大学学的是哲学 虽然课没怎么上号 但是萨特说的一句话 我记得特别清楚 她说 人活着 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 仅仅是自己行动的结果 其实在餐厅我干得挺开心的 工资待遇也不错 但是我就是觉得太安逸了 让我越来越没有了斗志 好像对什么都失去了欲望 所以 我想离开舒适圈 来逼一逼自己 看看自己还以为没有什么钱呢 萨特没有跟你说 如果你辞职赚不到钱 该怎么生活呢 传到桥头自然值总有办法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我也不勉强你 谢谢UK姐 那 我就去跟同事告个别 然后准备办理治手续 杰森 你小子给我记住 如果有一天你马是前提的话 别人不管你 我管你 谢谢UK姐 我说这个不是 你这样子 有那么多人 我说你 你这样子 是什么 我说你 我说你 你因为 我还没有 就是你 我说你 你 我说我 我说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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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这么快就搞定了 搞定了 搞定了你还回来干吗 想你了不能回来 去 看你这状态搞定什么了 搞砸了吧 你别废话 那儿吃得行不行快饿死了 行 这还有半片面包 你先垫吧垫吧 我去给你煮碗面 到底什么情况啊 是他不接受呢 还是你又把话说死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一定要态度好 女人就得哄 一日夫妻百日人 这哪能说离婚就离婚啊 对不对 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有 听见了还那么啰嗦呢 我们的 见不得见 我给你恢复了 你跟读我来说 老师 就回来 我再说了 你们一定要 你先跟着 他家子 Sedang 那么快 那么快 邓宏 我 有 我 也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老太 给点烫啊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你先别说听我说 辞职 并不是我的不成熟 我也没有再逃避 我只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我知道 我这么做你会觉得很可笑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是非常慎重的决定 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未来 我只关心 我这个月的工资是否到账 我购物车那些东西 是否能买到 就是这些小小的幸福 我就觉得很满足 但是 自从那天晚上在森林里面 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否活地走出来 我想了很多 我似乎想明白了 我觉得生活 不光只有眼前 我应该为以后打算打算 我想给自己一段时间 我看看我李杰森到底能做成什么 自从我上大学以来 我似乎一直都是空有梦想 我没有为梦想付出和努力过什么 所以这次我想改变 我想逼自己一把 虽然 我还没有想好做什么 但是有一点我特别明白 我不能再像以前那么混日子了 好了 我说完了 现在你可以说了 你这事办得很蠢 但是是你的风格 你别光说不练 我会盯着你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呢 是想说你的这些想法 虽然谈不上成熟 但至少你想改变 那你做的那些事呢 虽然有点唐突吧 但至少你在承担 你应该承担的责任 既然你什么都想好了 那就什么都不要想 往前走吧 你是认可我了 你是认可我了 你不跟我分手了 谁要跟你分手啊 我只是说我们俩需要进一进 这不进一进之后 还凑合吗 你干吗 丢着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告诉我 我爱你 你为什么要是这个事呢 你怎么可能会想到哪里 是这个事呢 你怎么能听到哪里 我还不想到哪里 你怎么能听到哪里 你怎么会想到哪里 你怎么能听到哪里 你怎么能听到哪里 从今往后 我们都是一家人 谢谢 我 多多 喝一酒吧 小叶 终于找到了她了 你又到了用她的时候了 这可是我的人生指南 当年我要决定从美国回不回来的时候 全靠她了 那你这次就为了她啊 没人陪我啊 挺孤独 那爸爸之前是会跟你说了 今天爸爸很忙 接你回来之前你也答应爸爸了 不影响爸爸工作 对不对 对啊 我答应了 所以 我在这家吃了天池呢 臭小叶 你可真够贫的呢 怎么办 爸爸 你看 她坏掉了 这个舅目的小叶鸡啊 我能不能修好她吗 我没不想进入座啊 我只是问问 嗯 啊 每个人面对一时难以选择的人生难题时 都有自己特别的数捷方式 我的好姐妹 她的方式 居然是做数学题 她的这本 Fundation Story of One Complex Variable 是的 一本苏联人留给世界的副分析数学题册 在很多人眼里 比如我 这是天书 但这却是她的人生指南 当遇到真的重大的问题 就随机翻开一页 再随机抽取一道题开始做 要不要被紧离箱去美国上大学 要不要留在美国 要不要放弃一份工作 统统用计算来解决 可能会有人问 这怎么解决 她的方法很简单 答案对了就坚持 答案错了就放弃 可以说 这是属于她的 变态的占卜方式 好了 好 爸 我们章比赛 您就要主张一起吗 好 做题 这并不是单纯的密集 当你面临选择时 如果真的很想坚持 那么在做题时 会下意识努力 头脑清晰 自然会有正确的答案 但是一旦答错了 那说明 你本身就已经有了动摇的念头 做题时 全人不会专心置之 何来正确答案 那又何必再继续 作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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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帮你洗啊 来 找伙伴 有没有信心啊 有 我会加油的 爸爸也要加油哦 假什么油 许多阿姨 准备一下 你怎么来的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我让你来的 你说你错了 我受错了 你还说你是猪 我还说我是猪 不是你说的吗 不是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臭小子 有欺负必有欺贼啊 你这臭小子 那你这臭小子 你怎么在这儿又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那你怎么回事啊 我都没回事啊 我都没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但是我觉得 我们确实是需要好好地谈一谈 是啊 我今天来 是想给你我的答案 什么答案 我们就演到这儿吧 还是差一点儿 我承认 我刚已经在演情侣的日子里面 我很开心 这是我三十多年以来 最美好的时间 那天 你在学里面抱着我 在我脑中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协议了 我东西了 这几天 我一直都在等你的答案 但是我没有等到 我有我的原因 我知道 你也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你的事情 我呢 我也从来没有跟你讲过我的过去 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谈过一个男朋友 其实我们交往的时间并不长 一年多半 他特别喜欢聚会 我呢 就每天去厨房去做饭 会儿在一次聚会上 认识了别人 再后来我们就分手了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 许多 再也不会给任何男人洗衣服做饭 我要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我要努力去工作 我要让自己变得强大 我认识了 但这一切在我认识你之后 我逐渐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 让我有一些期待 但也有一些害怕 你怕了什么呀 我害怕 这种期待迎来的 是什么 你不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是不相信我自己 我怕我像以前一样 再去依赖你 这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我自己状态太不好了 你永远都不会给我机会 让我说说我 心里想说的话 好 所以说你想要做朋友是吗 我给你机会了 你没有说 你回答我 好 我还有事呢 先走了 所以我会不理解 欢迎一时就到这儿吧好吗 抱歉各位 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 我们很谅解你 但是项目的推进 并不能因为谅解 他就有什么进展 我跟佟总公 性格都很强势 随总远 冰娘 怎么了 你来了 那我们走吧